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载我的这本书 我的第二本书 全部都是仪法 这个是我的第一本 也一样 全部是仪法 这个第一本有38克 它的基础数这个有40克 所以老师跟你讲 40克呢 也接近完整 我想最多也给你50克 这本书法50克 50不同种类的书法 我想不会超过50克 而这一本 第二本 这个是我的第二本 也已经有40克了 当然 因为它是第二本 所以它的题目也不会说太难 也不会太过挑战 我不可能从第一本基础 到了第二本直接给它很深很深 不可以了 因为跟第一本的人 第一level的人一定是比较基础 上的这个第二会比较好 因为题目比较难一点 比较深奥 比较挑战 然后第三本当然更难 这样子啦 你说难也不是很难 但是你讲容易也不容易 这样子大概大概是这样子 总等 总等啦 所以我们在这一课 第31课 最后一个视频 最后一个视频 这个完了 直接到32课 所以如果你这一课有算的话 我们剩下9课完毕 完毕 完 close 所以今天第五个视频 一课 comparison of adjectives 所以形容词 华语跟英文当然不一样 因为不同语文 它的语法一定不一样 如果是讲华语 你讲高 更高 最高 所以它只是加一个更 加一个最 它没有说那个高变成别的字 英文不是 英文它会变动 它会变别的字 好像拖很高 更高它变成$ 最高它变成$ 最高它变成$ 所以它会变动 所以因为我们学英文嘛 所以我们一定要跟英文的这个语法 so 今天这一课呢 是如果你有书的话 第八十四面 这个 ok 你可以看在白版 我只是写答案 所以如果你能够的话 就听我念 第一题 a knife is more useful than a fork 它给我们了 这个字已经给了 它给一个dent 所以我们知道两个笔 所以 useful 我讲过 ful的字很容易的 ful的字直接加mong 如果两个笔 加most m-o-s-t 如果三个笔 很容易的ful ok 所以有时候你知道是有用 万一它是 useless的话 l-e-s-s 它的反义词没有用 答案还是一样 加mong 加most ok 第二题 this fishing village is as peaceful as our hometown 所以前面已经给 在练习那边已经给 x 跟x 前后有x 如果前后有x 它只是一个 它不是比 它不是跟别人比 更好 更不好 它是一样的意思 相同的意思 国语比较容易用 seperty 或者macham 那如果前面有x 后面有x 你的答案是保持原本的形容词 b 是平静 ok 或者和平 It was the most painful experience for us 已经给了的 当它给的呢 最高程度 在以法我们叫它superlative degree 最高程度 所以最高程度呢 我们要加一个 它已经给了我们一个的 我们还是要加一个 most painful 保持 一样嘛 ful的字最容易的 或者less l-e-s-s的字最容易 你只是加冒两个比 加冒三个比 容易 背负是痛啊 第四题 Life in the countryside is really pleasant 我曾经有跟你讲过 如果它是really very so truly 满意 或者m-e s-r-words-words de 在前面 它后面的那一头 也不会把描迹 它wał would 不计 直接把描迹 不加ing 不加er 不加est 也没有加mall 然后这个字呢 我是有听过有人讲 Pleasant 其实不是 Pleasant 那个a 没有声音的 所以 Pleasant Pleasant 就是nice 很爽快 很好的意思 真的 是真正的 5. Mia is the most polite girl in her class 她已经给的 在练习她给了的 所以因为她给了的呢 我们只好选择最高程度 而这个字Polite 我之前都有教过大家 Polite 没有Polite的Polites的 Polite 是加mall 跟加mall 的 所以 因为她给了的 我们就要加一个mall 然后Polite 导致 没有人家Polite的Polites Polite 是有礼貌的 There is not much milk in the glass 一样刚才我说了 m is l was worth 在前面的话 她接下来的形容是导致 不加ER 不加EST 不加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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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题 Hasan has more marbles than his brother 他有给我们dang 这个是给我们的 所以前面呢 就是第二个程度了 两个b dang是两个b 所以她给我们本来的字是many 第二个位置就是mall more than 最多就是the most marbles 就是玻璃球 玻璃球 第八题 Zaki's house is the furthest away from our school Zaki's house is the furthest away from our school 所以有两个答案 两个都可以的 它原本的字是fa fa是远吗 更远是father than 或者further than 最远的 因为给了的 我们知道是最高程度 发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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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 加一R,然后 then. Budin is the tallest person in his family. The,所以 EST,最高程度. The blue sweater is as thick as the green wine. 他给我们SS,如果前后有S是没有比的, 他的意思是好像, 所以因为他的意思是好像, 并没有讲跟或者追, 那我们的答案,保持原本的形容者. Think. No.12 That is the ugliest monster in the storybook. 本来的就是Ugly. U-G-L-Y 所以如果他有Y在后面, 而我们必须加ER EST, 这个Y我们要听听, 改去I-E-R, Uglier,丑怪的意思, 两个笔,两个笔, 不过这个13个笔, 因为他已经给了我们的, 所以因为13个笔呢, 我们的答案就变成Ugliest, Y一样要丢掉, 改它去I-E-S-T, Ugly就是丑怪的意思, monster就是怪兽, OK, 所以这个答案变成Ugliest. 第13题, The weather yesterday was the warmest in this week, 的嘛, 所以后面ESD, 最高程度, 我们叫它Superlative degree, 如果两个笔是我们, 三个笔呢, 就是warmest, 这个我们为什么知道13个笔, 因为前面有的嘛, 当它前面有的, 我们知道的, 一就是加ESD, 二呢, 就是加the most, 它给了的嘛, 我们加most, 那如果两个笔的话, 它后面有一个dent, 好像这种, 后面有dent, 后面有dent, 那它就是两个笔, 那两个笔的话呢, 如果是两个笔的话, 这个答案就是warmest than加ER, 不过这里很明显它给了的, 所以我们的答案呢, 就是最高程度加ESD, warmest是最热的一天, 最后一题呢, my grandmother is weaker than my mother, 所以有dent嘛, 有dent的话, 我们知道是第二个位, 叫做comparative degree, 所以comparative degree是两个笔, 如果两个笔的话, e就是加ER, 二就是加ESD, 所以, 很多人哦, 在做这个comparison of adjectives, 学生也好, 成人也好, 做工人士也好, 他们都是会, 有这个题目, 有这个问题在脑子, 就是说, 这样我们怎样知道, 要加ER还是加ESD, 要加more还是加most, 其实, 没有答案给你, 因为, comparison of adjectives, 你要怎样改装, 两个三个, 怎样改装, 改形状, 就是说, 加ER啊, 加ESD啊, 或者是说, 加more than the most, 其实, 没有人能够跟你讲, 因为在语法, 老早已经定好, 它好像是, 词会这样, 这个字就是这样, 所以, 你要看那个, 一, 那就是看书咯, 像我的书, 我就有给, 如果你没有书的话, 你没有买过书, 有这样的那种, 整排, 好像这样子, 整排, 看到吗, 整排我写的, 看到没有, 如果你没有书, 也没有关系, 你只要有电脑, 有手机就可以了, 你只是type comparison of adjectives, 它会出一整排, 然后它分三个格子给你看, positive degree, comparative degree, superlative degree, 这个字, 两个笔的话, 变成这个字, 三个笔的话, 变成这个字, 那我只能够跟你讲, 一些比较确定的, 所以讲, 英文, 发音很重要, 这个, 发音很重要, 发音也是重要, 那当你要用2M的, 之前我都有跟你讲, 你, 2M的, 尤其是2, 或者是N, 你要听它的发音, 而不是眼睛看, 用来认, 那种是小学, 小学他们认识的字不多, 而且他们的发音, 还不是会很多, 那我们通常给, 小学生, 小弟弟, 小妹妹那种练习者, 我们叫他认, 你眼睛看到AEIO, 又你就用N, 你到了中学, 我们跟你讲, 你不能够, 用眼睛来看, 你要用你的耳朵来听, 你要用嘴巴来发音, 因为2跟N是靠发音, 并不是靠眼睛所看, adjetives也是一样, 在哪一方面, 发音很重要, 就是说, 它是一个, 发音一个声音, 或者两个声音, 或者三个声音, 或者四个声音, 你说哦, 如果它一个声音, 比如在这里, 一个声音的字, 这个不可以用, 这个是irregular的, 不普遍的这个形容词, 我们讲这个, 这个本来的字是sweet, 一个发音而已, 所以我们讲, 看到一个发音呢, 我们就用, er跟est, 两个笔, 比如这个字, 一个发音, sweet, 两个笔加er, 完了sweeter than, 然后三个笔呢, the sweetest加est, 这个也是一个a, tall, 所以一样, 两个笔, dollar than, 三个笔的dollar, 我们没有这样的情况, more sweet than, the most sweet, 然后这个more tall than, the most tall, 没有的, 没有的, 所以一个发音, 这个也一样, tick, tick, 是hold, 它一个发音而已, 一个声音而已, tick, 所以我们就加er加est, 我跟你讲的是确定的东西, 肯定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你看一个发音, warm, weak一样, 两个笔, weaker than, warmer than, 三个笔, the weakest, the warmest, 因为它只是, 一个发音, 所以一个发音的话, 我重复, 加er, 如果两个笔, 加est, 如果三个笔, 但是两个发音, 两个发音, 比如讲, 我想来想去就是想happy, happy, healthy, vealty, 两个音, 那种两个音的字, 或者这个字, ugly, 在哪里, 在哪里, 这个, 两个音吗, ugly, ok, 两个音的字呢, 比较挑战, 它是两个种别, 它是两个种别, 一呢, 它可能是这个字, polite, polite, 两个音, 如果两个音, 我们的脑就要开始转了, 它不一定是, polite, polite, 就是说, 它不一定是加er, es, 其实polite这个字, 之前我都有教过大家, 我们只能够用more polite, than the most polite, 两个音, for healthy, 或者这个字, ugly, why, 丢掉原本有why的, 两个音的话, uglier than, why, 丢掉改去按er, 三个音的话, the ugliest, why也是, 一样丢掉改去按est, ugly, happy, healthy, wealthy, 两个音, 两个音, 不过我们是加er, 加est, 如果后面有why, 我们改去按er, 按est, 但是两个音的字, 比如讲, 要加er, polite, 加more than the most, 然后, 好像handsome, 两个音, more handsome than, the most handsome, 两个音啊, 所以就说, 两个音会比较挑战一点, 一呢, 就是加er, est, 另一个就是加more than the most, 它比较挑战一点, 然后, 然后简单的就是, 这个字后面有ful, 或者后面有less, 比如讲useful, useless, 比如讲painful, painless, 比如讲careful, careless, 那个就容易, 你那个有ful的字在后面, 或者less的字在后面, 那个就简单, 我们只是写more than, 或者the most, 那个就简单, 然后, 三个发音, 比如讲beautiful, wonderful, important, 那个就简单, 那个我们只是用more than, the most, 那个就没有讲importance, 这样没有的, 那个就容易, 还是四个发音, comfortable, 舒服, 我讲过, 如果你读comfortable, 也是ok, 也是ok, 那个肯定四个音了吗, 所以三个音, 四个音, 还有那些, f-u-l-l-e-s-s, 肯定的, 我们讲more than the most, 两个音就很危险, 就是有一些加er, e-r-e-s-t有一些加more, 或者the most, 一个音就简单, 加e-r-e-s-t, ok, 一个音就比较容易, 所以我的课也到这里, 这一课也是最后一课, exercise 4, 我们接下来呢, 就要做, lesson 32, 32课, 那时候我们就剩下8课, 已经是结束, ok, 所以像平时,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要买我的书, whatsapp给我, 要学英语, 会话, 就是口语, TikTok, Instagram, 你去我那边, 你可以看得到我在那边, 我教, 然后呢, 如果你本身, 有遇到什么困难在英文, 不管是, 写作啊, 或者是, 单词啊, 或者是语法的话, 你想教我, 找我教你的话, 那你可以一样whatsapp给我, ok, 所以我会, 解决你的问题, 所以你要跟我的课, 可以跟我安排, 一个时间, 然后上我的课, 把你的问题讲给我听, 让我指点你, 怎样去解答, 这样子, 那如果你是G卵, 就方便, 你可以来我的, 我的补习中心, 那如果你是, 不是在G卵, 那可能你可以联络, 我们可以上晚课, 只好这样子, ok, 所以我的课到这里, 为止, 请你给我一个like, share和subscribe, 我们下一个video见,